他是被俘志愿军中级别最高的将领,死后一个秘密感动国人。 朋友们下午好,今天笔者为大家讲述一个抗美援朝时的历史故事。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,中国志愿军斗志昂扬的跨过鸭鲁江,走上了朝鲜战场。 经过近三年的战斗,最终志愿军取得了胜利,当然也付出了巨大牺牲,不少志愿军成为了俘虏,其中级别最高的一位名叫吴承德。 志愿军再入朝作战之后,打得都很顺利,士兵们士气高涨,让美国人刮目相看。 然而在第五次战役中,由于补给、指挥等原因,志愿军六十军一百八十师陷入了被敌人两面夹击包围境地,当时他们已经断粮好几天了,而且弹药也严重不足,上级开始让他们原地带园,但不久之后又让他们强行突围。 吴承德是一百八十师政委,他神情凝重地举行了一场特殊的会议,在这次会议上他问大家有什么想法,许多人不敢发言,会议气氛很沉闷,最后还是一个人,站起来说分散突围。 吴承德赞成很种说法,到了这种情况,只有多点分散突围,才能避免其中被消灭的危险。 吴承德带着几十人在地形不熟悉,语言讲不通等极为恶劣的情况下,坚持了十四个月,在这期间还歼灭了二十多名敌人。 路上遇到突围的伤员,吴承德把自己的战马当中打死,表示自己不会抛弃任何一名战士,随后他又把伤员分成四十人一组分批突围。 战斗到了1952年7月时,吴承德身边死的还只剩下三个人,他们在下山找粮食时,被美军俘虏,此时吴承德一点力气都没了,饿到了极点。 第五次战役结束后,志愿军的被俘人数急剧上升,从一开始的几百人,梦增到两万人,其中一百八十师一万多人,就有七千多人成为了俘虏,只有四千多人成功突围,一百八十师也成为了整个抗美援朝时期,志愿军损失最大的一次。 吴承德被俘虏后,始终不承认自己的身份,只是说自己是一名普通的活夫,但是敌人已经确认了他的身份,他是被俘两万多名,志愿军中职务最高的一位将领,敌人先是对他劝降,后又是严刑拷打,但始终无法让吴承德屈服, 最后还使用了美人计,但也失败了。 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,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,双方交换战俘,大批的志愿军回国,而最为职务最高的吴承德,最后一批回到了祖国。 1955年后,由于种种原因,吴承德受到了不公平待遇,被开除了党籍,下方地方做了一名农场副厂长,但吴承德一直坚持自己的信仰,一直到1982年,吴承德才被恢复名誉。 1996年,吴承德,这位历经坎坷的老战士离开了我们,他死后,家人不经意发现了一个秘密,吴承德生前省吃兼用,赞助希望工程四万多块钱,吴承德老人的举动感动了国人。 今天的历史故事就讲完了,如果您对此有不同看法,欢迎留言讨论,喜欢就点赞转发吧。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